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小 今天介绍一个小伙因遭受打击和鬼魂生活了一辈子的故事 男孩杰克随躲避家暴的母亲以及三个兄妹来到一所乡下的宅院里开始了新的生活 四个孩子外出游玩时遇到了女孩艾莉 艾莉还为他们拍了一张合影 不久后母亲病重 在临终前嘱咐杰克要隐瞒自己的死讯 并在他到了21岁有资格成为监护人之前 隐藏他和弟弟妹妹独自生活的秘密 否则一家人会被迫分开 他还提醒杰克要提防凶狠的父亲 最后指引杰克拿到写好的遗书 急一笔父亲留下的脏款后去世了 读过遗书的四人在母亲的床前发誓成为一体 永不分离 母亲去世没多久 庭院里一个男人开枪打漏了杰克家的窗户 六个月后最小的小弟对哥哥姐姐们说看到了鬼魂 可哥哥们表示声音是一只小浣熊弄出来的 不过杰克还是检查了房间封死了阁楼 并用布蒙上了镜子 这天杰克在图书馆与爱丽约会 一名律师表示要来找杰克的母亲 收取一笔不菲的房屋转让费 无奈之下四兄妹取来了父亲的赃款 四人为了隐瞒母亲去世的真相 开始整理房屋 并在第二天律师到来时成功伪造了母亲的签名 正式获得了这座宅子的所有权 晚上四人为了庆祝圣礼开心地挽起了桌游 房间里突然传来可怖的声响 四人匆忙躲了起来 而杰克则去重新蒙住了镜面 不过他在看锻炼天花板的缝隙时突然晕倒 杰克在醒来后 二弟觉得发生这种事一定是花了那笔钱的缘故 便把钱从烟囱扔进了阁楼 转过天 杰克与爱丽在海边约会 暗恋爱丽的律师看到这一幕之后十分嫉妒 而二弟担心 杰克与爱丽恋爱会暴露家庭的真实情况与杰克发生的争吵 就在两人各自冷静的时候 无人注意的小弟拿着钥匙走进了去世母亲的房间 在那里看到了一个猙獰的人形 受到了惊吓 其他三人在聊天时说出了真相 这个屋子根本没有鬼魂 只是他们把那个凶残的父亲分进了水泥墙里 另一边向爱丽表白被拒的律师气冲冲地离开 可爱丽却从一堆文件里看到了关于杰克家的新闻 杰克的父亲是一个连环杀人犯 曾被杰克举报入狱 现在粤语成功 此时的家里 小妹在动怒天花板上的浣熊时 突然感到一只干枯的手在她的手上摸了一下 吓得小妹匆忙跑开 不断洗手 律师在新闻上得知 杰克父亲藏匿了一万英镑的赃款 联想到之前的事 他跑到杰克家里 要杰克交出钱 为了家人不被拆散 无奈之下 二弟跳入烟囱 转着胆子拿到钱 向外爬时却受到了袭击 受伤的二弟表示 他们的父亲还没死 活了下来 杰克听到父亲的名字表现得痛苦不已 之后小妹提出向爱丽求助 并在当晚用手电传递信号 爱丽来到约定地点 拿到了一本记录着杰克一家故事的笔记 原来在六月前的那天 凶狠的父亲找了过来 杰克把弟弟妹妹藏到阁楼后 试图用那笔钱给父亲让他放过家人 可父亲还是把杰克推下了山崖 等他醒来并赶回家后发现 父亲已闯进阁楼 把兄妹三人全部残忍杀死 精神崩溃的杰克准备举枪自杀 想与家人团聚 不料门外传来了弟弟妹妹的声音 也就在此时 杰克因大手打击导致人格分裂 他随后将父亲分死在无路可处的房间里 并在家中自导自演 四兄妹一起生活的假象 为了完成自我欺骗 他蒙上了家中所有的镜子 就在爱丽了解到真相的同时 律师独自闯进了杰克家里四处翻找 砸开了那堵墙 而爱丽也赶到杰克家 他走到阁楼 发现兄妹三人的尸体 以及受伤严重的律师 而门后面 杰克的父亲竟然还活着 爱丽大声呼唤着杰克的名字 杰克纹身赶到开枪击倒了父亲 最后 爱丽搬进了老宅 决定一直陪伴杰克 他还给杰克带了生日礼物 一张兄妹四人的合影 杰克对着照片 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这个故事来自恐怖片 马柔本宅密室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儿 喜欢我的亲 不要忘记关注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